好了,關於另一件事 就是講勾結外國勢力 勾結外國勢力 去危害國家安全 這就是跟李血煙有關 案情有沒有講到怎樣關周庭事呢? 關周庭事? 暫時未寫到 如果你說講案情來講 我不知道怎樣跟周庭有關 其實主要跟李宇軒有關 黎智英突然很想認識這位年輕人 不知道在哪裏冒出來的年輕人 他有能力說服到英美勢力 美國去搞這個制裁 這樣講 其實李宇軒和松光團隊的其中一員 我就真的不認識這個 你說什麼松光團隊 這個 死火了 總之一大堆名字你不認識的 主要就是2019年 G20 有去各大大報章去賣廣告那些 如果你抓到那個是松光團隊的成員 我覺得反而 就會比較信服的 但現在你的案情 就是 Mark Simon就收賣他 就給了他一塊錢 就找李宇軒 然後就叫到那些人 叫到外國勢力去制裁香港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認識他 這宗案之前就是一個Nobody 你既然是Nobody的話 你為什麼不找 其實你可以找黑超哥去扮演這個角色 反正也沒有人認識 這個是牽強的很重要 當時是有一大堆人 一大堆的組織 大家都已經不太記得名字了 剛才你說什麼松光團隊 說到口上邊 我記得另外一個叫屠龍小隊 你真是不知道 屠龍小隊純粹是勇武抗爭 你真是做國際線 就不一定是 你做那些前線那些手足 可以是重疊的 我們應該不知道 可以是 不知道有沒有人那麼厲害 但是現在你說這個案情 你說找到李宇軒 一切是因為他 由他著草開始 由他著草開始 十二港人案 因為他坐大飛去台灣 被截到 截完之後 就去了深圳的鹽田看守所 自此之後 其實是華郵報道的 華盛頓郵報道的 就是說有幾個人 去取資料 那裏大概有七位的人去報料 其中一個就是他的妹妹 就是Beatrice 他說 其實由十二港人案開始 他們被囚禁在大陸的時候 個個都是獨立囚禁 獨立囚禁來講 是不是真是很糟糕 是不是就像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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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屋嶺 或者更糟糕 新屋嶺 他說多數人 其實都沒有受過 一些很嚴厲的 一些體罰 沒有受過 沒有受過很嚴厲的虐待 主要就是 其實他們十二港人 裏面 個個都在打坐 在混凝土椅裏面 打坐 其實我想 在總客的硬地上 打坐 主要就是 晚上 就不同時間 就被叫醒 然後就經常作供 經常就要他們作供 恐嚇他們 如果你不老實 交代你怎樣去 怎樣著草 你以前犯過什麼事 可能就會送他們 去新疆 你有沒有去新疆 試試 他們就害怕 多數人 都是僅此而異 最多就是 很悶 你的時間很難過 未至於很糟糕 你不是在肉體上 受虐待 這些是精神虐待 最簡單的 你自己試試 坐在 硬地 坐在廁所下 吐了兩個小時 你都會覺得 一兩個小時 打坐 在硬地上 其實很辛苦 對腳很酸 又說他們 不可以四處走動 你不可以四處走動 你只是坐到麻痺 其實是 你是 打坐打到麻痺 你的關節 就說 打坐打到很痛 其實這時間又難捱 其實有時勞改更好 你要想想 打坐 那個地方一定是 沒有槍的 只是開著燈 你不知道時間 過了多久 以及過到幾時 去做計劃 很悶 你有多少人 撐得住 我想可能勞改更好 我們以前 看過一套 沒有說德國赤軍的赤色風暴 他就是在說 關押 那幫赤軍主佬 進入監倉 都沒有 要求你打坐 只是困你在一間房 不見天日 24小時開著燈 都玩到 這幫赤軍的首領自殺 精神虐待 這本身就是 還有人說 聽不到聲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 有多少人聽不到聲 大哥 先問清楚 我自己就試過很多次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你再教上去 我就真的有機會拆 所以不要搞了 有機會拆 聲是夠的 應該是 那好了 就不可以周圍走 天天在那裡咬 然後不斷被人家坐 你 老實交代 所以其實 如果你看細節 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經歷過這些東西 就算他們未被 即是很激烈的弱度 好像新屋嶺 又體罰又強姦 其實都不自捱 但是 你對於李宇軒本人 就慘了 李宇軒本人 就說 他自己的房 經常 一直 不是經常 不是經常 他一直都聽到尖叫聲 很可能在牢房裏面 遭到10倍 遭高10倍的情況 其實他那時候 就說2020年 2020年 10月 11月底 終於就寄出了第一封信 就給他的妹 他就說 當時 又好 又OK 沒有被人欺負 沒有被人打 但是你又尖叫 創這條一般 都是講普通話的 這些東西 其實好像之前都有報道過 但是你見到 華郵就翻譯出來 做英文 讓大家看到 那麼 最主要 就叫他的妹妹 Beatress 不要繼續他做的事 當時他做了些什麼 就是他那時候 搞了一個 Missing Andy 的一個項目 Andy is missing 就叫大家關注十二港人案 是吧 就是一宗這樣的事 就叫他不要做了 我請到律師了 我都開始明白到 中國的法律 其實 都會有他的 都會有他的道理 但是 最後 就是去年 他出來 他過來香港之後 一直都被關了 精神病院 你長期經歷 一個 被獨立囚禁 被人混來混去 不見天日的日子 又不可以跟外界接觸 就算你寫出來的信 都是這樣的信 被人過濾了 是吧 所以呢 他就說 那 去到現在 他就算下來香港 都在關係 一個精神病院 有些人罵他的 罵李宇軒 就是獨灰狗 又成 但是他經歷過這些事 我想不是個個 好像周恆彤 這樣 其實真的是 又問你 你搞不搞得行 如果你是的話 你要明白一件事 周恆彤 都叫做 坐香港的牢 最多是 最多是 不見天日 最多是水飯房 大陸的牢 和香港的牢 是兩件事 來的 從來 你 最簡單 你看末代皇帝普怡 每日無止境 去寫這個 悔過書 已經 完完全全 打散了一個人 我沒有虐待你 不過我叫你悔過 現在這宗新聞 最少有七個 熟悉看守所的人 去核實 現在這件事 其實TOTAL應該大概有多少人被報道 華郵這個報道 它是根據幾件事 它是根據中國和香港的法庭文件 華郵獲得的 審閱了的這些 監獄電視錄像和信件 咦 這個監獄 你這個監獄裏面的監視錄像 那就是你找到自己人篤灰 即是說那些肉卒 那些東西是有份給你的 誰可以拿到監獄裏面的錄像和信件 有些人做了肉卒之後 都過不了自己良心 都不是良不良心的問題 你說大陸那些 大陸給錢 很多人說小聲 但我自己聽過是沒問題的 你自己聽過是沒問題 是啊 那自己大家教一下 他就說 亦訪問了很多位 被中國拘留的人 我想是12港人 即是有些他們自己 重獲了自由的 純粹衰著草 然後回來的 以及接近李宇軒和黎智英的人的訪談 即是說 他們都是 Insider 他們說為何要接受訪問 他們擔心這件案 就讓他們重新改寫歷史 重新編寫2019年抗爭活動的聚述 希望有一個事實的歷史記錄 這就是我們經常要關注這些法庭新聞 我們抗爭真的關不住 你說暴動案那些 真的關注不完 有時真的報不到 沒有辦法 但是這些重要的大案 一定要說 你看法庭線 你看庭刊 你看庭刊 天天都二十幾三十單 我們讀完 我想都不用讀其他東西 那很嚴重 正正就是 你看著他改寫歷史 看著他怎樣判 就是想怎樣改寫歷史 其實我們最早說 立場新聞案 就是想這樣做 已經是 然後你看到721又是這樣 他是第二個版本的歷史 完全是第二個版本的 我們在說47人案 你找趙家賢去作弓 都已經在說第二個故事 很多東西是 離開了我們 還記得的那個範圍 我不是說多荒謬 是不是可能 你說刑事罪行條例 在你開始煽動 跟那些人上街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告 律政司 告不到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些人上街不是因為 蘋果日報的號召 不是因為 黎智英成功 去吹起一支大劇 去吹響一支號角 然後大家在他的號召之下 200萬人上街 不是這樣的 我記得當年 很多人都還在批評 蘋果日報 批評民主派 批評民主派 因為 平骨部和民主派 都被人批評 叫做 做美巴主義 是因為當時有一個 民氣在 大家覺得 你隨時會 見到這個 李波銅鑼灣書店事件 見到這個 蕭建華事件 當時沒有法例 共產黨都可以 隨隨便夾人上大陸 萬一 真的出了 送中條例 大條道理 法庭簽字 我上去 叫天不應 當時是有 這樣的 民氣 在 是 你現在看到 就是這樣 這樣去改寫 我們為什麼會不理 其實你最好不理 然後隨它說 天天說 就是戈培爾邏輯 方言被人說一百片 就會變了真話 就會變了歷史 納粹時代的德國 就是這樣 納粹時代的德國 其實都不是工作了很久 你想它工作了多久 納粹是倒桌 是不是 三年玩到四五年 十年 十二年 最多就是十二年 你置身於黑暗的時候 你見不到曙光 你以為這個黑暗是沒有盡頭的 但是這個盡頭 是不是大家見不到呢 其實有時候很吊詭 就是看你大家堅不堅持 如果你大家都因為見不到 黑暗裏面的光芒的話 然後放棄 喝去說的時候 這個黑暗是可能越來越長的 這個是惡性循環 喂 大家在那時候的德國 如果德國人在當時良心沒有被吻滅的話 不要說了 不知道是會多久 當年的德國 真的有一班學生是堅決反納粹的 那 始終的問題就是 希特拉 當年的希特拉 是很厲害派福利 今時今日的共產黨 反過來 沒有錢 沒有福利給你的 就是派對的人都不知道去了哪 那些派對黨都不知道去了哪 因為 因為共產黨很清楚 一件事 恐懼是有 有效過福利很多 即使說 其實你 李宇軒這件事 李宇軒 現在 很多人 其實你華郵這篇報導 就已經說起碼有七個人 至少七個人 其實應該不止 都說他現在是經歷過這些事 現在還是肉隨針板上 在精神病怨 斷著和外界的接觸 為什麼他第一次上庭的時候 就是要說對不起呢 他認同這些事實 認同這些控罪 認同現在 那個邏輯聚訟 那個故事 然後他說 I feel sorry 他自己都說對不起 就是因為他自己都沒有辦法 我真的受不了 是不是 不是每個人都這樣的行政 其實是 當我們在這裡說 你說 所有 和國安有關的那些串謀案件的時候 我們都很輕易的 我們外面的人說是篤灰狗 又說二五仔 又等等 如果你不是說加鹽加噪 其實我就是 我是這麼久以來 和國安案件有關的 相關的 篤灰 那些篤灰人來說 其實我 只有一個接受不到 那個就是趙家鹽 他主動 他有投誠 他甚至乎很噁心 他對著法官 法官大人 就要法官大人 為了撇清同自己的責任 他還要講過龍 所謂大學者 所謂文大文學 他這樣去講 其他人你要知道 他們長期被監禁 以前你有 光環的時候就容易過 那些日子就是 但是問題 現在 已經是被遺忘的一群 幾乎 他自然會想 我現在 剛剛的時候 你還有612基金 你還有很多手足寫信 現在你旁聽師又沒有 寫信師又沒有 你自然就會懷疑人生 就會 即是等於 我上個禮拜 跟Scotland的傑仔 做了連線的時候 我就是這樣說 為什麼寫信是這麼重要呢 為什麼寫信是這麼重要 如果你外面的人 不寫信進來的時候 一個人都不理你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懷疑人生 但是反過來 你寫信的話 周幸彤那些 即是被人再關押水飯房的原因 就是信太多 這個就是好笑的 今天是 小童群秋會 他也有報導 這件事 為什麼說現在又坐水飯房呢 現在又說 又坐水飯房 這次又說要坐18天 為什麼 第一 這個就是 這個叫懷迫其罪 即你的存在已經是個問題 因為他拿獎 拿了人權和法治獎 就是這個歐洲拿了 第二 原因就是他的信太多了 太多人關心他 太多人打氣 是 但是 無論如何都好 他說不要緊 他說繼續寫信進來 好像裡面這個帖子也沒有說 但是我看到這邊也有說 不要過份恐懼和擔心 請繼續寫信進來交心 就算你 搞到我要坐牢 你不需要這樣自責 周幸彤就是這樣 這個人 他因為這些信 搞到他坐水飯房 他明知道這些罪名 是當權者家諸 如果因為他可以操弄一個遊戲規則的時候 要你們人民之間 自我去責爛的話 互相去責爛的時候 那就贏了 這個政權就贏了 最後就可以把雙手 讓你們鬼打鬼 是吧 Witter Mill 再問 阿布泰林景南 怎麼算 我們怎麼都 就是這樣說 林景南最後沒有作弓 沒有的 雖然他就是 他答應了做一個恐慌症人 但是最後47人案 他是沒有作弓的 可能他的料太流 找他做篤灰也沒有用 或者他只能夠做了那麼多 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明明就是做了這個恐慌症人 我當然要爭工 我要爭取 法官對我寬大處理 所以我 講得越多越好 就好像趙家賢 甚至乎出賣他那時候 民動裡面的職員 因為他不刪Whatsapp 所以 Whatsapp裡面所有的文件 往來全部都下載了 那他不是很坦白地告訴你 民動裡面的 各位不同的職員 涉事是哪些人 這個我覺得 就除了是趙家賢 那麼糟糕之外 其他人呢 我都寧願 相信他們是因為 肉隨真板上有苦衷 所以做一些切衝行為 大家要認罪 大家不要怪他們 每個人可以承受到 的代價都不同 那你說 喂 哎呀 打暴態成德 即是幾十間店鋪 那你想他怎樣呢 啊